2014年中華遊樂會全港網球公開賽 在上星期六進行了35歲或以上藍單的決賽 鏡頭拍著這位就是Herbert 過往在CRC Open 獲得四屆冠軍 今天的對手就是來自法國的Bonifor Chai 在比賽早段大家的分數都比較接近 第一盤要打Tigrate 由於天雨的關係 所以賽事也要移私到室內進行 大家在比賽初段都要慢慢適應這個場地 因為平時打球時打室內場比較多 Herbert 取得這一分 最終就是6比7 6比4 5 10比8就是擊敗了來自法國的Bonifor Chai 今天是非常不平衡的情況 因為天雨一整天 所以本來的競賽是在外面的場地 Benoit,Fouché和我這次是我們玩的第一次 Benoit是37歲和我46歲 他有9年子小 他有很好的打敗風格 我感覺到今天我當下手 但今天是非常近 他在第三次戰鬥中 他會在三次戰鬥中 我非常幸運 這個比賽 Benoit,Fouché是非常堅困的 然後輪到35歲或以上的男雙決賽 藍色衣服有Grain和Adrian 另外她今天的對手剛剛開球的就是Karl 另外黑衣服的拍檔就是Jason Jason和Karl曾經在2012年獲得這個項目的冠軍 在比賽組段雙方的成績非常接近 最後就是連Karl和Jason 就是7比5、7比6的分數直落兩盤 擊敗了Grain和Adrian 然後到了上星期日天氣好一點 所以就打回室外賽事 有65歲或以上男雙的決賽 梁健開和他的拍檔有優明 他們上年也曾經獲冠軍 今天就是對著馮悠斌和佛豪堅 當日的比賽也是非常激烈 由天光打到天黑 大概鬥了差不多一個半小時 大家互相走位去補位 最後就是麥這項非常漂亮的樂點 我們拿了一項麥慶 梁健開和惠德明 6比4、6比3 我們就落兩盤擊敗對手 很開心其實這次能夠 衛免成功拿到半軍 很開心 其實對手這兩位在網壇 都是很老經驗 很懂得打、雙打 我們這次能夠勝出 有一點點幸運 可以這樣說 我希望可以拍到一個優生 明年可以再打 拿多一屆冠軍 但我又不敢打太多 因為打太多就會傷 我還是要保持 每個星期打兩、三次 下星期將會和大家看看 58歲以下學生組的決賽精華 到時大家記得留意